接打一名老翁和一名怀疑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发生争持 结果招来杀身之火 老翁遭重伤警部之后 横死亚罗士打一所国小外的路旁 目前警方已经将嫌犯逮捕归案 各大士打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30多岁的嫌犯和受害者 昨天下午4点半 在苏丹阿都哈林大道起冲突 嫌犯挟持老翁离开现场杀害老翁后 再将尸体丢弃到苏卡孟兰迪国小校门前 嫌犯随后在莫共英雄花园 发生车祸 遭警方逮捕 还在车上发现凶器 当局正在调查作案动机 并远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调查案件